在Facebook、TikTok、小红书的网友 有多赚钱呢? 我见过最猛的一位拥有1万多位粉丝 他每个星期变现的能力真的很够力 总结预算都有5万到10万马币 但是另外一位有100多万粉丝 可是一个月变现却不到1万马币 有些人经营过粉丝团 如YouTube和Instagram 他们接下来要做Facebook小红书 或者TikTok 他们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制作内容的能力 但是他们在变现这一段真的不一定有实力 所以你去看一个网红他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总结下来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看他的账号是哪一类型的 搞笑型、美容彩妆、商业、认知、知识 他的账号是哪一种 和粉丝是哪一群人决定了他变现上线可以有多少 第二,这个人如果只会做流量 但是不具备有变现的能力 那他整个的商业模式是没有办法打通的 他的变现能力就自然不强 所以做流量是一种能力 他决定了你可以吸引多少个粉丝 但是不代表这个人有很强的变现思维 所以你的变现思维才能决定你的Facebook TikTok和小红书的收入 如果你对于互联网流量变现很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 WCI财商学院线下课程创富指导 让朱书健老师带你一头 进入新时代流量达法 朱书健老师将会在创富指导 线下课程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如何打造自己价值千万的个人IP 也让你知道如何吸引更多的粉丝流量 再转变成就你所理想的收入 达三万五万甚至十万以上 如果你真有兴趣 可以马上PM我马上联系你 我们线下课程创富指导等你哦 记得点击关注